老師很高興 張倩議員 好 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能夠到這裡來跟大家見面 然後我是應該今天分享著唯一現在還是學生的人 然後我現在就讀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碩士班一年級 然後我今天比較不會著重在台北學生會議 我們在做什麼 而是因為這個會議在去年我參加的時候 對我的人生改變 改變了我人生很多 那我希望最主要就是著重這個會議的價值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會議 帶給我人生的啟發是什麼 然後以 他帶給我不一樣的國際觀 那我從國際觀這個角度切入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會議 它的價值所在 好 那我在一開始之前 我想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問題是你們心中所定義的國際觀是什麼 如果你自己想要 寫一本字典 然後你要把國際觀這個三個字做定義 你會怎麼寫 那我其實我在來這場演講之前 我問過非常多的朋友 那這些朋友跟我說 我大概整理了一下 他們跟我說的一些答案 然後大家聽聽看 然後看這些答案 跟你們心中想那的答案 是不是有些地方是某個的 然後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覺得英文好 是他有很好的國際觀 那第二個是他覺得 他覺得他去過國外很多地方 他有很多國外的朋友 代表他有朋友 有國際觀 第三個 他是說我看過很多 國外的新聞媒體 然後我知道很多國外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有國際觀 那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國際觀 他真正的必要條件 那我們來聽聽 比我們自己老的一些前輩們 怎麼對國際觀做一下 那這句話其實是我在Google上面搜尋國際觀之後 跑出來最大的那個字 他說國際觀就是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那這句話其實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我有點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就是他講得非常的大 非常很大很像一個夢想的感覺 然後我仔細推敲了一下 他把國際觀分成兩個面向 第一個是知的面向就是思考的面向 他覺得我們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時候 必須要放眼全球 然後從各種各種角度去思考 那他也賦予了國際觀另外一個元素 就是行動這個元素 他希望在我們想得廣想得遠的時候 我們也能付諸行動 為這個社會做出一點行李 那就是在Google上面 我們找到這國際觀的定義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 大家比較熟悉的 這位名人大潛妍一 他對國際觀其實下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 他跟大家說 所謂的具有國際觀 就是你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並且能夠對這些事情提出觀點 就是在他只要覺得 只要是學生或是其他社會人士 你只要在某些社會議題上有著墨 然後你能在必要的時候 跟大家提出一些你自己的觀點 這個就代表國際觀 但是大家現在聽完 現在我剛剛舉的那些例子 還有在找大家在想想 自己心裡想的那個答案 跟我們前面聽到的這些例子 是不是有一些不謀而合的地方 那在我自己對 在參加完台美學生會議之後 我對國際觀的定義 其實我有依靠我自己的理論 那從剛剛我提的那些定義 其實那些定義都是以一件事情來 都當做它的根基 就是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 這個國際觀其實是 是由一件一件 國際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堆積出來的一個價值觀 也就是說這個 我稱作這個國際觀是上個世代的國際觀 上個世代的國際觀 因為我們只依賴媒體 我們只依賴教育 這兩個資源來讓我們獲取國外的資訊 那所以它會告訴我們非常多的事情 以至於我們會把國際觀想成是一個 由國際事物堆砌的一個價值觀 那在我自己的想法裡面 這個上個世代的國際觀 其實只符合了我自己認為的 這個國際觀的一個小部分而已 也就是知的部分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事件發生什麼事 我們知道ISIS很殘熱 我們知道馬航不見了 我們知道烏克蘭正在發生內戰 但是我們都只是知道這件事情在發生而已 那我們真的知情這件事情發生嗎 這裡所謂的知情 我說的並不是我知道這件事的情形 或是知道這件事情 在我自己來看這個情字 我對它的定義是感情 是一種關心 是一種身為人對人的一種關懷 所以我們在知道國際事情的時候 並不是只如果我們將國際觀從知的領域 跳脫到知情的領域的話 我們就變成了一種由事物堆積起來的國際觀 而超脫到了一種由人跟人之間交流 互動而形成了一種國際互動的國際觀 所以這就是我們台美學生會議創立的宗旨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人跟人之間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了解 來了解這個人背後所生存的文化 再進一步了解他所生存的那個社會 那台美學生會議每年會招募15位的美國人 從美國飛過來 然後我們台灣也會選出15位的台灣代表 來台灣這個土地做將近一個月的交流活動 那這個交流活動我們每年都有我們自己關心的五大議題 然後我們會把代表們分配在這五大議題裡面 做非常深度的討論 那代表們在參加這個會議之後 他會發現他會聊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他是 他會發現在他在討論這些國際大事的過程中 他會慢慢的了解美國那裡的代表是怎麼思考的 進而從他們思考模式 以及他們的文化背景去了解美國這個社會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第二件事情 他們會在這個討論的過程中慢慢發現 自己跟美國學生的友誼是慢慢的被建立起來的 那這個人跟人之間的友誼 一旦被建立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變成了由事件所堆積的國際觀 我們單純由事件去了解 變成由透過人跟人的互動 去了解這個社會背後的價值 或是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 就是透過人去了解這個世界的感覺 那所以我稱這個國際觀是這個世代國際觀 也就是以人為本的國際觀 我們透過人跟人的互動 跟由人出發來瞭解這個世界 所以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去年在這個會議裡面認識的人 他叫Derek Lamers 然後他現在他是一個巴拿馬人 然後他現在因為參加完這個會議之後就愛上台灣 所以他就住在台灣 然後現在還住在台灣 然後他其實在會議裡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觀察到他幾個特點 第一個是他在我們會議裡面其實有非常多演講 然後這些演講裡面他總是問題最多 就是他就是瘋狂舉手 然後第二個他總是在每個演講過後 第一個衝到台前去跟那個講者做進一步的溝通 去做進一步在他面前訴說他剛剛講的那段演講 他自己的看法 那其實在台灣生活久了 在台灣的學校生活久了 這種現象其實是非常不常見的 就是我們在演講完之後可能對於台上來演講 我們把他當作神一般的存在 就是哇他來就是可能諾貝爾物理學獎 來跟我們那個的學家來跟我們做演講 然後我們聽完演講之後 我們只會跟旁邊的人說 哇我剛剛聽了一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演講 而並不會直接衝到台前去跟他說 我對你的這個看法是怎麼樣 所以從這些人跟人的互動 或是人跟人 美國代表跟台灣代表的處事模式 我們就會發現美國跟台灣社會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不管是在思想上或是文化上 那他給我的經驗 我們從這些小事情其實就可以看到 台灣的代表跟美國代表在 或者是台灣社會跟美國社會 其實差別是到底在哪邊 那在演講最後我想送給大家一句話 就是我自己如何去定義這個國際館 那我覺得國際館就是要學習 站在別人的角度看世界 然後於是我們不會再自打 因為我們耳中不再只有我們自己的聲音 然後我們才能有這個機會 能夠自省 藍省 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讚 知道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